ROO 大家好 今天要來介紹一下就是這個 之前在手套那個章節有提過的烘斜器 那其實烘斜器或許有些人覺得沒有必要 但我覺得只要天氣比較稍微溫暖一點 或者是說真的很冷的話 手套不是乾燥其實蠻重要的 因為有時候就是我們手指指尖的最裡面 常常撕掉它就比較難吹乾 真的乾掉 因為通常我們暖氣就放這樣 因為它這邊是彎曲的 所以這邊不一定吹得到 假設它沒有一個主動的風上來的話 風學器其實有蠻多種的 有那種就是電熱片 它就是加熱 然後你就把這顆整個放進去 它當然裡面就會有一個溫度 那另外像這種就是有旋風的 就是它這邊是有一個 是有一個風扇 那也就是說它加熱的時候其實除了 就是除了可以把 看一下 對得到嗎 這邊就有一個風扇 然後你就可以選擇它打 把熱風給打進去 熱風就可以打進去 那通常是這邊吸然後這邊出 這個機型呢它就是有三段 三段 那這邊我們就直接插著試試看 好那基本上這邊有個電時裝置 那最多是可以設兩個小時 那它裡面有個雙保險絲的結構 那你只要一打開 超過30分鐘它燈就會亮了 那你可以選擇 像現在是冷風 冷強風 那你就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風扇是有在旋轉的 所以我 啊 嘴巴這邊就是有風這樣 可以聽一下這個聲音 綠燈的話就是冷風 然後大家可以聽一下這個聲音 冷風基本上等於是 風扇是全速旋轉 然後再來就是 它叫冷強風 然後又有一個冷順風 熱順風 然後風扇的轉速就會降低一點 然後風會進的比較慢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熱強風 所以它基本上是用風量的不同 去調整 那你想要它停止的話 就直接把這個轉到0就可以了 集氣就停止了 那通常我們轟手套的話 就直接這樣套著 那鞋子的話 鞋子的話我們通常就會建議 當然看你的方便性 我們就可能把內靴給脫掉 那你可以直接像這樣子 反向 直接套著 這是一種方法 當然你可以試試看哪一個角度 它可以伸比較裡面一點 套著基本上也是穩的 那這是一種 另一個選擇就是你的鞋子 你直接不拆 然後直接把這個套風放進去 那一樣打開 讓它這樣子稍微吹就好 那因為熱風器對流的狀況 我們會建議其實是導過來會比較好一些 但其實沒差 因為它主動有個風扇會把熱風吹進去 那我的建議會是差不多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 然後稍微把它移開 確認一下狀況 然後再開這樣 因為它最長其實也就兩個小時 120分鐘 這台機器就 因為它沒有做什麼折疊的空間 所以你的收納上面 比較簡單就是你可以把這個套管 拆下來 它會比較接近一個正方形的狀態 然後像我的話通常就是會跟不齒可能就放在一起 就有鞋帶的話我就一起放在鞋帶 不然這個我就會另外跟 可能跟安全帽或是 因為它其實大小跟我們的血徑其實沒有差太多 血徑的盒子 沒有差太多 OK 好 那拆卸之後其實就比較好裝 只是這兩個管子通常我會建議一定要記得帶 不然沒帶的話 它就比較沒有那個導流的功用 因為它比較像是延伸管 可以直接把風倒到比較裡面的地方 好 那看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問題的話歡迎在下面留言 那也拜託幫我們訂閱一下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